我想要先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张图是一个正式的统计图表 上面显示的是我们在各个年龄时 对于生活的整体满意度 如果你现在是18到55岁 而且觉得日子很苦很不好受 那这张图可以告诉你 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那为什么中间会一段长达40年的苦呢 我要用今天的影片来说明 我今天想要提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是 时间它无法管理 我们只能够管理好自己 你可以想一下 你今天可以将生活过得非常积极 时间照样在跑 或者说你今天睡到下午才起床 但时间照样在跑 也就是说 你今天再怎么想要去管理时间 或者说放任时间 时间它就是管不了 最终能够管理的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来一个结论放在最前头 在认清时间它无法被管理之后 你才会有足够的耐心 只要拿着这份耐心 用力学习 用力积累 一段时间之后 你一定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家 然后再拿这份专业 去换到领要的生活 那结论是这样讲没有错 但我们大部分的人 在大部分时间内 还是没办法想得通透 所以还是会以为 时间是可以管控的 于是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我们求速成 速成这件事情它非常迷人 因为在某种层面上来讲 它让大家觉得 自己可以去压缩时间 所以大家会干哪些事 我们会想要去买一些速成的工具 但是这种速成的方式 它的缺点 就是我们跳过的无聊 但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 我拿朋友的案例来讲 我那个朋友在几年之前 买了一个几千块的3D购读课程 那这个课程其实还蛮细心的 他会一步一步的教学生 怎么画出一颗立体的苹果 后来我朋友花了几个月时间 也真的把这个苹果给画出来 但上完这堂课之后 我朋友也真的只会画这颗苹果 剩下的他没有办法 再讲另外一个情况 买房子 如果我们今天安分点 不要浩购物源 一栋房子1000万 我们最少要能够存到500万 再来考虑这栋房 这样子最起码可以表示 我有能力可以存到一半的售价 对不对 但房贷的广告 却会告诉你一个速成的选项 两神投气管 轻松入住 自己却能够去帮助你快速晋升 有房一组没有错 但就跟刚刚的学习情况是一样的 我们的基础非常薄弱 所以到头来 这个房贷还是会教你一件事 就是你根本买不起房 所以这种想要压缩时间的想法 它会烧到一个更加危险的目的当中 就是赚钱 因为在诈骗术语当中最常见的 就是让这个要被诈骗的人 塑造成一个特殊被选中的人 然后去考验这个人的定力 像是投资群组里面会有个常见的手法 就是诈骗方会私讯你 告诉你说 我手上有一个即将上市的股票 要不要一起投资 预估这个投资报酬率可以高达20% 而且每月给限 看你要不要跟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动了贪念 这个诈骗才会成立 所以说到底 好像任何想要去压缩时间的想法 包含了购物 包含了赚钱 好像都不会成立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一直犯这个错误呢 我给个部分答案 就是我们急了 这种感觉对我来讲 它来自四面八方 所以我挑几个范例来说 我先讲社群上的 你会在动态上看到别人过得亮晶晶的 剩一胎上的两胎 买了房子买了车子 感觉他人生好像过得比较快一点 还有在公司里面 有个新人来到公司之后 他的Power BI 跟 R&T 用得像在喝烫一样这么简单 或者说说到亲戚里面 有个笑话这样讲 对一个男人来说 幸福就是 他的薪水比他的妹夫多20%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没有错 但根本不好笑 因为妹夫的薪水很容易比我们更高 那上面这些说不完的比较 就是我们今天会着急的第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比别人更差一点 但时间并没有比别人更多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想要求速成去压缩时间 那第二个原因 可以说到一开始那张图 那张图有一个范称 它叫做U字型的人生满意图 因为它表示了我们在不同年龄时 对于生活满意度发生什么变化 那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在年幼时大家都是过得蛮开心的 但15 16岁之后 大家就慢慢变得不开心 大概过了35年40年左右 我们才会忽然动物 然后生活满意度再次拉高 那怎么解释这些改变呢 我用我的看法来说 在15岁之前我们设施为生 能够比较的人真的有限 但是15岁之后 你会看到同事啊 IG上的网红 我们今天跟他比一比之后发现 自己真的很鸟耶 所以我们就急躁挣扎 持续40年这么久 那在55岁之后 可能有些人开始收租了 所以比较开心 或者说他们终于顿悟人生 觉得没有必要再这样子比较下去 那我提出这份资料是想跟大家说 并不只有你在苦 大家都很苦 所以如果你今天很羡慕 另外一个朋友或者说同事 除非今天这个人是一个天之骄子 人中之凤 不然他肯定有他的苦 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他一定也会有他觉得不如人的地方 他一定有他的苦楚 只是你不懂而已 所以实际上 人们会急躁的第二个原因 可以简单的说 我们以为其他人过得很好 于是我们可以用一段梦德斯咎的话来总结 就是 如果你今天只想要幸福 很容易就可以实现 可是我们总想要比别人更加幸福 这件事情永远很难达成 因为我们会高估别人的幸福 这句话写在275年前 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犯这个错误 那到这边 算是上上下下 把求速成不可行这件事情说了一遍 于是我们可以回到一开始所说的总结 时间不可管理 能够管理的只有我们自己 而这个管理自己要做的就是 尊重时间 有点耐心 用你有的东西 去换到你要的东西 这句话不能够只浮在上空 我要提供一个能够实做的步骤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确立目标 你要先准备一张纸 在纸的左边写上 你现在有的 在纸的右边写上 你想要的 什么叫做你现在有的 例如说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年收大概100左右 你有温暖的另外一半 你有家人 你有周末假期 再来是你想要的 例如说 你想要更专业的绘图能力 你想要更多存款 你想要体态更好看一点 那在写完之后 可以来到下个步骤 你找出 以现在来讲 哪些可以用你现在有的 去换到你想要的 例如说 你想要增强绘图能力 那你的周末时间 配合上每个月剩下的钱 是不是可以让你去上一些 专业的课程 或者说你想要让体态更好看一点 那你需要额外的运动时间 跟健身房的费用 那你平时的早上 跟下班之后的时间 可以用来做交换吗 在你这样一个一个找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你想要的东西 都可以用你现在有的资源 去换回来 只是说懒的地方在于 我们懒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 过得爽爽的 蛮有余裕的 让忽然拿时间跟钱 去换到我要的东西 这件事情有点难受 所以关于这种拖延症的问题 我之前有一支影片 专门讲这个的 或许你可以先参考参考 不够再告诉我 然后跑完这个步骤之后 来到第二个步骤 你可以找一下 有没有那种你很想要 但你现在有的资源 是换不到的吗 我们拿一个 大家梦寐以求的目标来说 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最简单的定义 就是我们的被动收入 能够去支付我们 想要的生活品质的所有开销 所以你现在开始想 我要怎么去增加被动收入 你首先想到投资 但你的存款不够多 所以能够领到的鼓励 也是少少的 于是你想到 要先把薪水给拉高 但是你想到 在你这一行 要将薪水拉高 就是要升值 而升值的前提 就是要不断加班 你认为这种交换不划算 你不要 我认为有这种体验还不错 最少你知道你在乎东西是什么 所以接下来 你将方向放在不同地方 例如说你想到 我可不可以斜杠一下 开个YouTube频道 或许以后有流量了 你影片放在那边 就会有营收进来 这个交换你认为可以 于是你就找到了 可以发力的地方 在这个之后 我们就开始真正尊重时间 你要实实在在的 专心研你每一次的脚本 聆听建议 做出你要的内容 以及观众想看到的内容 你的能力会因此提升 而最后这份能力 来到一个高度之后 它就能够帮你换到 你想要的被动收入 最后就能够更加靠近 财富自由这个目标 来到这边 你可能会发现 其实这一切都只不过 是交换的游戏而已 你今天拿积累的能力 去换钱回家 你拿聆听去换到友谊 你拿钱去换到 好吃的一乐烧鹅 如果你今天想透了这一点 就会发现 速成的问题就是 你不能够有实际上的积累 再来你也会发现 这条道理其实不难懂 就是小时候常听到的 踏踏实实做事情 但是我们总想着 要如何超捷径而已 所以来到这 我想要融合着上述两个概念 速成跟交换 来提一件事情 人脉 我不止一次看到那种 几万赞的贴文 说什么人脉 比什么都更加重要 并举述很多企业家 都是认识了谁谁谁之后 才开始发家致富的 反正就是鼓吹大家 可以尽可能多多社交 我认为这句话 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 就是他没有说清楚 为什么那个厉害的人 要跟你建立关系 因为说白了 人脉其实就是一个利益交换 我是没有三四个 穿同条内裤 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我们交换的利益 就是陪伴跟关心 那可能你跟你的同事 非常要好 你提供给他的 是上班时的嘻嘻哈哈 他提供给你的 是没人听你诉苦时 你可以向他说 所以搬到社会上 真的会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今天会平白无故的 跟你建立起关系 而且够铁 铁到他愿意提拔你 投资你吗 如果我们今天 没有什么特殊背景 我认为这种事情 发生的机会很小 因为对于那些 够厉害的人来讲 他为什么今天不把时间 去认识那些 跟他差不多资源的人 这样子双方的交换 不是更加平衡吗 所以我想说的 是社交非常重要 但你的能力 才能够决定 这段人脉 他的价值是高的 还是低的 如果我们今天 没有任何积累 那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到的人 也是差不多的人 那我可以说 这恐怕也是一段 无效社交 我是Vincent 这也是伯克莱 五分钟阅读计划 陪你轻松读一本好书 我们下次见 拜拜